经济观察网记者,黄磊要解放储蓄存款由资化,10月13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营监会主席张福林,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致词中表示,张福林指出,今年以来,人民币存款的增速持续,在9%以下徘徊。 8月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8.3%,创下了40年来的最低,对这个现象确实需要深入研究。 在致辞中,上福林还提及要强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事同仁的机制保障,克服主观能动性不足问题,金融投资回报高收益具有阶段性,引导投资收益率预期,回归正常水平等观点。 存款由资化特征日渐突出,据了解,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从2008年的18%降至目前的7%左右。 上福林表示,个人住房贷款大幅度增长,导致的个人负债率上升,储蓄率下降是原因之一。 中国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在2001年不足600亿元,到2017年增加到21.9万亿元,年负荷增长率44.59%,明显高于其他贷款增速。 同时,上福林指出,存款的由资化特征日渐突出,也是储蓄存款增速下降的原因。 上福林表示,今年来,随着金融由资化快速发展,资金搬家的成本越来越低,速度越来越快,辐射免疫越来越广。 很可能出现资金在某一个领域,在短时间大规模集中进入和撤离,呈现出由资化的特征。 上福林举例指出两种可能的储蓄由资化表现,货币市场基金的突击搬家和互联网的景下资金在短期内的集中。 上福林举余额保外力,指出近期余额保的期日,年化收益率击穿3%之后,出现了货币市场基金的突击搬家苗头。 他表示,货币市场基金本来应该是银行之间,调节流动性的货币市场。 现在货币市场参与者各方面都有,而且数量很大。 这种货币市场基金的突然搬家可能是储蓄由资化的一种表现。 上福林表示,近些年来非法集资利用互联网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起天亮的交易额,近期众多P2P平台出现问题,涉及金额多达百亿。 上福林认为这一系列情况,可能也是储蓄由资化的一种表现。 他认为,这些现象都值得警惕。 如果这类问题反复大面积出现,不仅会显著影响金融体系把资金持续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影响整个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而且可能加剧资金供需的期限错配问题,对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流转带来冲击。 他特意提及,这些现象还会对央行的宏观调控提供一些错误的信号。 货币市场突然利率上升,到底是资金紧了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会增加判断的困难,也会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对此,上福林指出在进一步提高宏观管理水平的同时,要大力加强投资者教育。 一方面,加强对相关领域投资收益,与风险的全周期考核,合法性分析和可实施性研究,必要时可以考虑通过发布白皮书、蓝皮书和红皮书等形式,加强正面宣传,客观提醒和反面警示,引导广大投资者逆行投资,稳健投资,合法投资,避免盲目跟风,被蛊惑冒险,受欺骗出手。 另一方面,继续开展金融知识及滥加等金融知识普及活动,提升投资者审慎科学投资的水平。 他表示,在制度上和机制上,也要防止储蓄存款油资化,强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视同仁的机制保障。 尚福林在谈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深化金融运行机制改革中提到,要强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视同仁的机制保障。 尚福林结合自己的调研经历指出,现在各项政策,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一视同仁的,但实际上在执行过程当中,对民营企业还有诸多的不同的待遇。 比如,现在从整个情况上看,银行对于民营企业的支持,每民有两个不低于要求,但是从做业务工作上看,主观能动性是不足的。 对此,他表示,要建立健全机制保障金融企业,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视同仁。 按照支持民营企业的总体要求,在沟通联络、风险定价、绩效考核、责任追究等等方面,为正常的交流、交往、交易提供规范化、常态化的机制保障,推动形成民营企业开展正常业务的主观能动性。 当然,对于非正常往来的,要受到严格的约束,形成良好氛围。 同时,向弗林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谈及如何实现防大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 他表示在宏观层面要缩短金融产业链,把口抬升杠杆。 在中观方面,要把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 在微观层面,金融机构要打破受信的担保依赖,盯住未来,更加注重企业的未来发展,引导投资收益率,预期回归正常水平。 当前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在由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意味着持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 投资高回报的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上弗林指出,继续按照惯性,要求投资收益率,维持在月有的高水平。 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尤其是在前些年,受各方面的因素影响。 金融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其他部门。 他明确表示,这种高收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为那几年整个贷款增长速度太快,银行扩张也快。 而且银行的投资,集中在一些高收益领域。 这时银行的利率增长是快低,这是个阶段性的表现,是不可能持续也不可能长久的。 它指出现在收益率在逐步回落,目前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继续持续维持投资的高水平,无风险收益,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金融业和相关方面要下大力气,向广大投资者讲清楚正常投资的收益率和力区间。 要讲清楚风险和收益对称的基本规律,即使是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正常的投资收益率也并不高。 赵福林认为,要尽快推动形成只有投资的合法权益,才受保护的与其共识。 要大力宣扬不属于合法权益范围的投资收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如果违法违规还要受到相应的制裁,特别是对于非法集资,相关违法者必须要严厉打击,严惩不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